夫妻在外面有四步讲和父母都最好别讲 一步不讲财务状况 有钱了不显摆 没钱了不哭穷 二步不讲家庭矛盾 什么我老公今天对我不好了 明天要和我冷战了 无论你跟你闺蜜告状还是跟你父母告状 告状很容易得到就是拉偏价 或者或悉你讲了你真的会更难受 三步不讲伴侣的缺点 他没本事 他太胖了 他太懒了 他不上镜 你嘴里的另一半越不好 人家的家人听完了 会觉得你是在攻击他们一家子 而外人听完了 只会觉得你这人眼光太差了 第四步 不讲你俩的私生活 人性对别人的私生活是这样的 关系好的时候是谈资 关系差的时候是软肋 不想被利用 就把隐私关在家里 但是人人都有分享欲 对吧 跟父母朋友不能讲的话 那憋在心里难受了 跟对方沟通的时候 对方也不听 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那怎么办呢 那我的建议就是 可以跟理性 懂理的老师 或者这种人生智者 去讲一讲 听听他们的人生智慧 当然你也可以私信 跟我们讲一讲 听听我们处理问题的 建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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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